赵丽颖获风飞天奖事后落泪 唐烟培跑泰心酸 台下表情僵硬尴尬 前排恭喜第34届飞天奖所有获奖者了 先来了解一下两大幕后奖项 王小腔凭借县委大院获得优秀编剧奖 李璐凭借人世间获得优秀导演奖 还有最受关注优秀女演员和优秀男演员奖 也就是传说中的事后和事弟 上一届飞天事后和事弟分别是热衣扎和王雷 时隔两年 娱乐圈又出了一批精彩剧集 这一届飞天事后和事弟又是谁呢 截图留下心境飞天事后和事弟的获奖瞬间 答案揭晓 正是赵丽颖和雷佳音 都说这一届飞天奖奖向竞争激烈 特别是优秀女演员 堪称近年含金量最高 从提名名单看却是如此 从14名事后候选人中选出5个提名演员 最终赵丽颖凭借风吹半下获奖多的时候 赢得不容易 得知自己获奖的赵丽颖当即落泪 上台之后直言自己没有准备获奖感言 反复强调以为根本没有机会感谢剧组 情绪一度难以抑制 其实早在颁奖里开场就感受到什么叫做事后大年 主持人挨个介绍道场明星 热门候选人排排座 从繁花到人世间 从马伊犁 腾烟 心直累到樱桃 加上两部主演剧集都误为了的赵丽颖 拿了白玉兰奖的5月等等 14个时候候选人到了9人 光提名就不够分了 赵丽颖获奖也是对应了颁奖里之前传出的赵丽颖拿下飞天事后的爆料 这就意味着赵丽颖终于不再陪跑了 从三次陪跑白玉兰奖到飞天奖 连拍两部正剧转型的赵丽颖等了太久 她最近转战电影圈 电视剧存货有限 播出时间不定 不知道何时才能继续冲击电视三大奖了 这一次拿下飞天奖事后也是圆满了赵丽颖转型之路 难怪她全程未如雨下 哭得停不下来 倒是和赵丽颖同为85话的唐烟再次陪跑了 她和赵丽颖先后入围电视三大奖之一的白玉兰奖 一个输给周迅 一个输给吴岳 又难得在同一年成为飞天奖事后后选人 更是携手提名 结果一个获奖一个失奖 从此之后 二人在奖项上瞬间拉开了差距 多少有点心酸 赵丽颖获奖瞬间 唐烟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仿佛僵住了 明明和赵丽颖坐在同一排 都没有转身看一眼 合作在其他位置的李更熙都忘了动作 相比较之下 凭借人世间再拿失地的雷家英就淡定许多 他在台上提到自己等周炳坤等的38年 如今他41岁 终于实现了失地大满贯 站在台上和胡歌等人放松调侃了起来 这就是作品带给一个人的底气 各位觉得每个奖项是否实至名归呢 最后再次恭喜每一个获奖演员以及幕后工作者 期待他们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作品 从提前被爆拿奖到累撒飞天奖舞台 赵丽颖一夜之间成为了近期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 加上飞天奖获奖名单引发的种种争议 这位85话直接就住在了热搜之上 最新话题正是他和雷佳英在拿奖之后早起去开会 从曝光的开会照看赵丽颖和雷佳英大概率连轴转了 从飞天奖红毯到颁奖里再到开会现场 赵丽颖默默从身着高定的事后变成了戴着帽子的朴素参会演员 低着头拿着稿子做汇报 坐在赵丽颖身边的雷佳英更是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隔着模糊的照片都能隐约感觉到他的困意 新进飞天奖事后是递开着会上的热搜 乍一看是奖项小插曲 但是从网友讨论看 大家也是在一次意识到飞天奖的特殊性 不仅是电视剧三大奖 更是中国电视文艺作品的最高奖项 也难怪赵丽颖夺的时候会遭到不小的质疑 连圈内明星都坐不住了 很快 还有网友发现 飞天奖事递事后的奖金就高达50万 16部获奖优秀电视剧还能拿到400万奖金 从奖项流程到开会汇报 还有明确奖金设置 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国家级三个子的重量 当然 对于片酬动不动就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明星来说 奖金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背后所代表的认可 实际上 别说赵丽颖的优秀女演员奖 连唐烟 刘玲 李更熙 杨荣拿到的优秀女演员奖提名都分量不清 杨荣还特意晒出了飞天奖银杯 这时候多少理解了樱桃 为什么会亲自出面回复没获得提名一事了 樱桃的圈内好友刘雨昕发文为她抱不平 她不仅点赞了还评论了 清楚表达了自身态度 让赵丽颖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处境 有意思的是 刘雨昕后续发文又改了口 回应表示自己也觉得赵丽颖应该拿奖 发声只是为樱桃感到遗憾 并没有质疑的意思 只不过刘雨昕还是改口太晚了 赵丽颖毕竟是85流亮花 她的粉丝已经迅速攻占了刘雨昕和樱桃的评论区 开始拼命维护自家偶像 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还记得赵丽颖三次陪跑白玉兰奖的时候 赢了赵丽颖拿下白玉兰奖事后的吴越 同样遭到了大量攻击 内涵吴越年龄大眼不上主角 陪跑要骂人 拿奖也要骂人 某些粉丝的攻击性有点太强了 某种程度上 这些或许因为古我剧集喜欢上赵丽颖的粉丝 还没有意识到 赵丽颖越往上走 流量能起到的作用越小 甚至还会起到负面作用 就像赵丽颖和唐烟的飞天奖造型 不如其他女星合适一样 盲目的粉丝就像不合时宜的高定裙子 戴着帽子打扮朴素的赵丽颖 反而更有飞天奖气质了 拿到飞天奖之后 赵丽颖发文感谢每一位支持她的人 接下来的一句话暗藏深意 正如赵丽颖自己所说 她还要向前走 拿到飞天奖只是一个开始 最后也是想说 被赵丽颖粉丝攻击漫妈的吴越和樱桃 也许才是37岁的赵丽颖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不需要所谓转型提前造势 每次出演作品默认会入围获奖 不需要粉丝维权证明程序正义 观众看得到演技就会支持真正的实质名贵 秋风送爽 星光熠熠 第34届飞天奖颁奖礼 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 这场中国电视剧领域的盛会 汇聚了无数闪耀的名字 也见证了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 找到他们的主人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画面 莫过于演员赵丽颖在荣获优秀女演员讲时 激动的泪撒领奖台的那一刻 颁奖嘉宾宣布结果的瞬间 镜头捕捉到赵丽颖眼角闪烁的泪光 喜悦与感动交织在一起 让这位平时坚强独立的拼命三娘 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从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到如今的收拾女王 这条演绎之路 赵丽颖走了十几年 其中的艰辛与复出 或许只有她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2013年 一部陆真传奇让赵丽颖的名字家喻户晓 剧中那的勇敢善良心怀天下的陆真 也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角色 随后 《花千古》 《珊珊来了》 《楚桥传》 《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兽》等一系列热播剧 更是将赵丽颖的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偶然 除了甜美可人的外形 更重要的是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她从不给自己设定界限 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从偶像剧到现实题材剧 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突破 也让观众看到了她无限的可能性 2021年 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播出后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她所饰演的农村姑娘和幸福 坚韧不拔 敢于斗争的形象 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这部剧也成为赵丽颖演艺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标志着她从偶像派向实力派的成功转型 此次凭借风吹半下斩获飞天奖事后桂冠 是对赵丽颖演技的又一次肯定 也让她在85花中率先拿到了这座份量十足的奖杯 85花指的是出生于1985年前后的一批女演员 她们大多凭借青春偶像剧走红 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但也面临着转型和突破的压力 与赵丽颖同时代的85花中 杨幂 刘诗诗 唐颠等都从红极一世 但近年来 她们的作品口碑和人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相比之下 赵丽颖则凭借不断的努力和突破 稳聚一线女演员的行列 成为85花中的佼佼者 赵丽颖的成功 为其他85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那就是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拓宽细路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而85花之间的竞争 也促使着她们不断进步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赵丽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会继续努力 拍出更多好的作品回馈观众的喜爱 我们也期待着 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 能够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创造更多的辉煌 你认为85花的格局真的变了吗 你最看好谁的发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本文仅为个人观点 不够成投资建议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为经授权严禁转载为者必究